5米长的宝蓝色车身 加上酷炫车头和跑车特有的无窗框车门 马沙拉利看准休旅车市场 推出品牌第一辆SUV 截至目前为止突破300台的销售 那可以反映出来 其实台湾针对于所谓的豪华SUV市场的销售 其实有日渐加温的趋势 虽然身为休旅车 但却具有跑车规格 双涡轮汽车引擎 具有430HP最大马力 号称能在5.2秒内加速到100公里 为的就是要比拼这一辆 同样也是跑车及SUV 保时捷休旅车系列 比起马沙拉利的458万 最近本款约300万就能入手 但规格上保时捷只有300HP最大马力 加速到100公里 也比马沙拉利多了2.4秒 马沙拉利的用料 包括它的内装部分的做工跟用料等级 是比保时捷凯燕来得好 那这是这两个品牌最大的差异 其实没有说谁优谁劣 应该是说你喜欢哪种风格 车迷喜好不同 马沙拉利想用规格取代价格胜出 但对手恐怕不止保时捷一个 电动车趋势袭击全球 环保性能是最大优势 但专家表示燃油车对于车粉来说 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跟价值 电动车其实开起来还是比较无聊的 因为它的声浪 不管是排气管声浪或是引擎的声浪 其实能够给你的回馈是几乎是零的 那甚至有感觉是你在做捷运的感觉 不管特斯拉龙头销售成绩多亮眼 看来还是有死忠车粉 中暗传统引擎加速的高档柴油车 东森产业新闻李仲强 潘育全 台北采访报道 中暗传统引擎 中暗传统引擎 有着方的专家